一开始呢是一个伴随壮语士说在分析之初这件事情上 媒体呢他们hot这里呢有一个宾语和宾补的部分导装 真正的宾语呢应该是这个high cost和low ethics 然后宾补呢是as a focus 有时候当宾语太长宾补较短 那为了美观我们会把宾语和宾补进行一个部分导装 所以说这里呢应该是说这个media他们hot 后面这个cost和ethics as a focus 那看到这里呢可以暂时接着往后看 but身后呢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句子是说他们忽略了这一种成本 那在这里呢从逻辑上来讲 z指的肯定是前面的这个medium 说明medium呢是一个附属形式 当然如果你本身知道的话也非常好 这个medium的单数形式呢其实是medium 那在这里补画线部分的z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medium是一个附属名词 那谓语用has就诸位不一致了 所以说asians呢可以排除 那在这里呢就提示我们说在做题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句子看完整 不能够只盯着画线部分看 不画线的部分呢也一定要看完 因为往往在不画线的地方会给我们一些 帮助我们排除选项的提示 那我们来看rb选项 诸语呢变成了这一个分析 谓语呢是has been focused 那很明显主位也是不一致的 而且这个时候逻辑上也有一个问题 从逻辑上来讲呢一定是这个媒体去关注高成本 而不是这个分析关注 所以rb也可以排除 3c选项呢一开始是一个壮语 说在分析支出这件事情上 媒体呢他们关注了高成本 但是呢媒体忽略了这种实际管理选举的成本 所以3c可以先留留 4c选项呢主语依旧是这个分析 然后谓语呢是have had 然后并补和并语 这个问题呢其实跟rb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逻辑上有一个问题 因为并不是这个分析去关注 而是媒体去关注 那还有个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的点呢 就是这个聚间关系 因为后面还有半句转折 那这半句转折是说 但是媒体忽略了什么 那他前半句呢说媒体关注了什么 肯定能够是整句话的这个转折关系更合理一些 所以说4c选项可以排除 那5e选项呢依旧是主位不一致的问题 最后答案就是3c选项 0 ну 4c选项